曲名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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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講第四講的曲術類項 曲術類項,我們上一節有稍微提到 那這一節呢,我們就把它 再深入一點 好,我們先看課文 出生時間呢,以人所處之隸數為本 就是你所處的隸 是怎麼隸,我們現在大部分就是 因隸,是農隸 人之一生呢,只 匆匆數十載,能見之與數的呢 只有年月日時 你再大一點,比如說 六四年一元 然後一百八四年 為三元一運這樣子 來算的話,對人來說又太長了 那時程再下去分課的話呢 又太短了 當然 最好是能夠分到課啦 但是,一般人或是說 現代人,對於這個 一些數數的基礎呢 大部分都是 人允異允,真的要去發明 從課裡面呢 建構出一個這個 比較完整的數數的話 又是一項非常艱難的 事情 也許幾百年幾千年之後 才有可能吧 人呢 生之於天地 而觀天 分五運 在天地裡面呢 天有五運 地順六氣 所以人家說五運六氣 五運是什麼?就天乾 十天乾 加一頂頂五積更新任貴 五運就是金木隨火土啊 地順六氣呢 六就是十二公位嘛 之愚一馬乘數 無為生有虛害 顧取五六 五六是什麼呢 五六在 數來講的話 就是天乾的物己嘛 對不對 甲一以二乒三 那到物就是五 己就是六 那以納甲的角度而言呢 八卦納甲的角度而言 砍納物 離納己 砍掛納的是物甘 離卦納的是己甘 砍離相交 紫色 就成為紫色 因為砍掛屬水 水為黑色 離卦屬火 火為紅色 紅黑相間呢 就變成紫色 所以居中位者為為啊 你一盤沙或是 或是一個像宇宙一樣的 好多很多星球 居中間那一個的 就是 最中間那個的 是最重要的 好 為為 為就是最重要的 好 顧名紫微 紫微的紫色 就是這樣來的 為 就是中心點的意思 好 那麼呢 這裡有一張圖 我們大致來說明一下 年月日時的四個數呢 年跟日 我們上次講過 年跟日呢 是中天干嘛 對不對 天干 十天干 跟十個星要 有沒有 日月時星啊 日月時星是代表五行的 一個五行 比如說金有陽金 跟陰金 火有陽火跟陰火 陽火是比如說是丙 所以 十星就代表五行 那 十天干呢 讓這 這個五行化氣 所以十天干 對應的是十 十個星 星成 所以年日 為什麼中天干 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數 十 它是代表五運 天是五運 那 月跟十呢 代表的是六氣 所以 月也是十二個月嘛 對不對 十成也是十二個十成 那麼 公位裡面 是不是十二個公位呢 對不對 所以十二跟十二呢 去 去計算 十跟十去計算 十跟十去計算 十跟十去計算是什麼 四化嘛 對不對 十天干四化 四加起來四十個 四十個 四十個化氣星成 對不對 那這也是一樣啊 十個星要 都四化四十個 其實都是相等的 但是星成後來加入一個五 就是指揮星在家左右長取進來 所以 不是每個星成都有四個面向 這個我們前面也講過了 好我們回到課文 好 斗數以年呢 立天干 以言四十受氣 好 我們一排 排斗數盤的時候也是紅年天干開始 好 這邊是講四十的受氣 好 月始定命功 好 使人呢知道在哪邊 從哪邊去看世界嘛 對不對 所以叫月始定命功 而觀太極 好 命功局數求紫薇 而分佈五行嘛 好 命功數是不是 是求紫薇星的落點的 那紫薇星一落 是不是十星就落了 好 那十星代表就是五行 對不對 所以五行怎麼分佈 就看你日程怎麼怎麼定 好 年日重在天干 天干即五行 陰陽也 好 五行在各自有一個陰陽 五乘以二 這等於十 年之數定十干之位 對不對 十天干看你落在哪 公位呢 從哪邊開始算 是四化呢 受氣之時嘛 對不對 四化是從天干來的 日之數呢 則定星辰 為四化受氣之中 這個受氣跟這個受氣 不一樣 一個是接受 一個是傳授 天干素時 星辰素亦時 指五運之化氣 所以四化講的是什麼 五運化氣 就是年跟日的 十天干跟十星耀的五運化氣 月之數十二 十之數一十二 對不對 月時重在地支嘛 對不對 支數呢 都是十二個 對不對 走出地十二公位 已向時空之運行 對不對 我們大縣是不是一年 就十年走一格 流年是一年走一格 月也是一個 一個月走一格 十成也是一樣 就一個十成走一個 所以十二公位呢 是向時空之運行啊 南北 南北二斗 南斗星北斗星加輔星三財 是不是三個 對不對 順逆其中 一如太極 在這個公位裡面 順逆其中嘛 就像太極一樣 一個正走 一個就逆走 十二呢 既從六氣之有陰陽嘛 六乘以十二 六乘以二等十二嘛 寧宮居何謂以觀天地呢 月時之數所決也 對不對 月時之數呢 去決定命功嘛 順月逆時去定命功 對不對 四化之創呢 因始於漢唐 當然這是我的猜測啦 唯流傳不廣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都是在一些 少數的道者 就是說一些道家的修仙 那時候比較流行修仙術 很多這個修道者都在深山裡面 極少人知道這個四化的東西 其學說呢 經歷代更迭 之後其斗數真正流傳於世呢 已在明末 其中不知道經過多少演變啊 見識之後呢 只知道參雜了許多 宋後 宋朝以後的五行生客之禮 我為什麼一直講宋後的五行之禮 這跟八字有關 因為八字在宋朝之前呢 其實也是種在納因 宋朝之後呢 是種在五行生客 那麼我們用歷史去印射這個斗數應該也是一樣 斗數呢 後面一般現在市面上學的 就所謂喜耀派的 他們大部分都是用深刻的 用妙望力前之說 大部分應該是從宋後之後的學說比較多 那斗數字化呢 應該是之前的 因為跟納因有關 我們的比如說五行局啊 這些都跟納因有關的 所以 想丹然爾啊 那應該是在漢堂之前的一些 學說齁 世話呢 應該從那邊是建議開始齁 與世話之論氣有為 對不對 這個宋後的聖課之禮跟世話論氣 是不一樣的齁 論氣比較屬於玄學的齁 後人呢 不知其理何來 一不知其何以為用啊 斗數呢 只用深刻之禮呢 你只要去學 你就會產生很多很多的疑問齁 為什麼 這個盤那麼少 就是這麼幾種 那大家 大家的那個 命運會相差這麼大齁 當然你 每一個公圍都有它的極跟胸 那你取極或取胸 根本你就看不出來齁 因為星辰太多齁 任何一個公圍都會造成 他的極跟胸的垂象 那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 你 從後面來算齁 這個人極了 就因為那幾個極心在做作用 如果這個人是胸的 那就 就牽托說這個是 這幾個胸心在作用 那沒有意義齁 斗數之學呢 中陰前草流傳呢 過於隱悔齁 就是說 前期的一些流傳呢 都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一些 修道的人齁 躲在深山裡面也不出來齁 所以流傳就比較隱晦啦 斷層也太久齁 如果說從 從漢唐開始的話 那麼一直斷到明朝末年 那太久了齁 中間不知道經過什麼演變不知道齁 不是八字子平的學說呢 八字啊子平學說呢 他從開始齁 從這個李序中開始 都有很多的住宿存在齁 那我們要去查就他的歷史啊 別人是怎麼看的啦 他的學說怎麼樣啊 都非常完整啊 所以呢 八字的學說自始呢 就從開始呢 沿襲廣城啊齁 就是很多人在傳承齁 那自然而然呢 一些奇奇怪怪的呢 會因為時間的關係 把它淘汰掉齁 留下來的會比較純粹嘛 對不對 但是斗數呢 就是 到現在為止也差不多一百年而已啦 真正開始大概一百年而已 那 四話真正開始從民國七七零年 到現在不過三十年齁 所以說 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學說啦 當然也因為這個因素呢 至死驚人呢 以難得再虧斗數之全貿易齁 因為四話這一部分這一塊齁 古書裡面通通沒有齁 那就是靠我們去推敲啦齁 好吧這邊有一個這個表齁 我們從圖來說說一下好了 如果這個是八字的話 八字用虛線來表示的話 他在這個南北朝唐的中間呢 有一個李虛宗嘛 最有名的李虛宗 他的呢是以納因五行為主的 好 那麼一直到五代之後 好 五代到宋這邊呢 有一個徐子平 他就是以 啊 這個五行深刻為主的 好 日主呢 徐日主 種在日主 那這邊李虛宗是種在年天干 好 那徐子平是種在日天干 然後用五行深刻 那斗數也是一樣嘛 斗數呢 前面是四話 以四話為主的 以納因為主的 這中間呢 都斷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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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元朝開始呢 又開始 從明朝開始 好 又又 鑒於四面 那這邊是以妙望力線為主 那妙望力線呢 就是所謂的深刻字畫 五行的深刻字畫 所以呢 如果說以這個八字去映射這個 斗數的話 照理說啦 兩個應該 歷史應該差不多的長遠 只是流傳 流傳的這個廣度 跟這個傳承的廣度呢 不一樣 那 斗數呢 大概在明之前呢 幾乎是空白的 因為沒有 當然在明的時候呢 有所謂的道場 道場 道場是一些道教的學說啦 那 的一些收集 裡面是有包含指揮斗數的 不過那個指揮斗數跟現今的指揮斗數又不一樣 光星層就不一樣 排法也不一樣 那麼可見的指揮斗數呢在發展 一直到問世這段期間呢 其實經過很多很多的演變了啦 只是說我們實在很難去考究了 因為根本沒有書流傳下來 但凡像這個素素呢 皆不離像素 素素都有像素存在啦 那像素你就去推和絡就對了 斗數後學呢 後學之人呢 只要秉持異學的本意 你要去了解異學本意的話 那就往 異的最簡異最核心那邊去了解嘛 勿實不亂勤作心學 智不济於流於九流四景之說啦 你變 不要學明學到後來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那種 聖苗仙這樣子而已齁 因為那個呢 只是在虎口用的齁 那麼 你如果說是那種九流術士的話 很容易誤人誤己啦齁 因為你要賺錢嘛 得不到答案的就硬說答案齁 這樣很容易誤人誤己齁 本學呢 奇妙忘立憲 只論四話齁 我們是 不考慮這個 就是 指揮斗數全集或全數裡面的 所有的論述齁 我們只講 只講四話齁 先把四話這一塊 弄起來齁 直取五行 星乘十位齁 星乘呢就是十個 其他的指揮跟左右倉取齁 他不是星乘齁 他不代表五行齁 他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方位的代表啦 我們後面再說齁 這些是秉義之原則啦 齁 義的原則五行就是 十顆星啦 齁 並非呢自我創設齁 因為裡面本來就有這些東西 我們只是把它挑出來啦 齁 把它符合義的本義的東西 一挑出來齁 不是這些 並不是說自我創設或特立讀行 要跟別人不一樣齁 因為我們要所求的是最原始 最基本的元素齁 這樣子呢才不會走錯路嘛 對不對 而是一切像素呢 皆必有所緣啊 皆必有其所緣 對不對 他一定有一個來由嘛 不是說你後面 就是我們現在把後面自己 從別的素數裡面 增加進來的一些東西挑出去嘛 對不對 把一些雜質啊什麼去掉齁 只得到最最原始的真意齁齁 凡一切星辰公位四化太極陰陽三材四十五行六器齊變或是氣正八卦九功像素 無所不在啦 我們要求的東西呢 是最原始最原始的東西齁 不是現在你看到的一些 市面上人家學的斗數齁齁 用一百多顆星辰啊 然後 論妙望力線啊 那種看法啦 因為那種看法我們是覺得說 它已經包含了太多後面的人呢 自我發明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齁 已經不夠純正了 所以我們退一萬步齁 退到最原始齁 希望找到它最原始的設計概念 那只用四化呢 去觀察人生的變化齁 這就是我們這一派裡面呢 對於斗數的一些看法齁 好 這一篇很簡短齁 我們只是把一些取數類項的原則呢 告訴你齁 好 那麼下一篇開始呢 大概就開始要講 三大體系了齁 好 先就錄在這裡 好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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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天